2006年在法国出版的《中国的挑战》一书作者 法国前外交官魏柳南博士 即将在中国出版该书的中文版 那么作者在书中呢 向中国读者解释了西方误读中国的原因 并且对于中国日益活跃的民族主义话题 提出了他的一些建议 这本名为《中国威胁》的著作 是2006年魏柳南博士在法国出版的 《中国的挑战》一书的中文版本 作者在法语版中呼吁客观的看待中国的崛起 停止对中国的妖魔化 而在中文版本中 作者针对西方误读中国崛起的原因 提行了解析 并对中国的海外形象工程提出了建议 有一个非常大工作要做 在社交媒体上的社交媒体上 我认为这是一种重要的问题 因为这就是这种 今天让中国的社交媒体 并不理解中国的意识 这是一个自然的谈论中国 作者也注意到近期在中国出版界 民族主义题材作品大量涌现的现象 作为中国人的老朋友 为柳南也结合欧洲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获得的教训 希望中国年轻一代 理智地表达爱国情感 我认为中国年轻人和中国年轻人 我认为它要做得很重要的 在爱自己的国家 和知识地表达的 当是必要 而是必须的 是必须的 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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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